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 谢谢主席 各位请那个故宫的彭院长 有请彭院长 彭委员好 彭院长你好 这个我知道你在故宫啊 这个服务很久 这个我觉得这个您当彭院长是中央所归了 但是我也想了解一下 就是说当了彭院长之后啊 你有什么新的构想吗 针对我们故宫 特别是对少数民族的这个文物保存跟展览的部分 特别是原住民 我想请教副院长 之前不久前任的院长周公新院长啊 他有到宜兰的南澳湘 您知道这个是吗 是我有去 你有去啊 金月那边 他当天到宜兰的南澳湘 他有做过什么承诺吗 他目的是在哪里 你还记不记得 那是我们去呃 那个宜兰去做参访 当然也就是我们也应了那个 呃现在是宜兰文化局局长 他的邀请 那我们一起去的 那本来他是有一个生态博物馆的一个活动 那不是你们故宫主动想去那个 那是因为我们呃跟那个呃 因为我们在那个罗浮工展里面 我们有接待一批原乡的就是南澳的一些小朋友 跟他们的长老 所以那天是周院长在立法院呃呃呃被询吧 是我去接待的 当时候他们就邀我去金月部队 去那边玩部落去 所以我就会来跟院长 还有那个宜兰县的一起约了 我们就因而有那一套之行 那有什么承诺呢 就是呃 那个宜兰的原呃原住民朋友 他们给我们看了他们非常多的手工业的呃作品 对 那当然也就是说将来如果有希望 有机会也可以协助这些原乡的朋友们 他们的手工艺品 如何跟故宫的文创做一个接接接轨 是有这么谈到 对 那你现在有没有有没有现在有没有计划 就是说将来在故宫啊 好比说你们未来的大故宫 还有这个南故宫啊 啊 因为我我那个周周院长周前院长他这个之前啊 他曾经有隐落过很多事情啊 特别是对少数民族的文物的采购呃 保存跟展览方面啊 啊 特别是到南澳湘啊 他曾经讲过说这个就是你刚才讲的 把那个原住民地区的这个文物啊 将来有机会可能可以在故宫做一个展售啊 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 在南故宫啊 啊 将来呃成立了之后 104年成立之后 我们这个原住民的文物有一个展售的一个橱窗 这个我想南院绝对没问题 包括大故宫将来我们也会规划 即便是现在本院我想我们文创行 我也会责成文创行销处哦 把原来周院长对于一些呃 呃原民的一些呃 一些承诺 我们来研究如何能够落实 我是我是希望院长您啊 就是说能够把那个周周院长 当时跟我的一个对原住民的这个呃 文物的这个计划哈 我希望你你能够继续来推动来 没有问题 其实我们图书文献处点藏了非常多 委员知道我原来就那个处出生的 所以我们点藏了非常多的原住民相关的文献 那现在图书文献处也拟定了 近期中程晚程的三个做法 近期我们当然扩大我们在文献处里面 原有的展览里面跟原住民的链接 同时我们也鼓励同仁们深入做原住民的研究 在文物月刊上不断有发表 中程我们明年就会有一个比较大一点的原住民的展 他们准备已经跟台湾的原住民的博物馆 包括我们三下的顺义 已经台东史前博物馆 或者我们台湾历史博物馆做一个连结 我们远程的希望我们在故宫过90岁生日的时候 办一个扩大的一个展览 就像上一次委员提到的 是不是包括荷兰 这些地方我们尽可能 对我这个我上一次有提到 我希望故宫能够将17世纪以来 原住民文物的这个文物配合这个长设展跟特展 两种方式 将故宫典藏跟荷兰 还有大陆少数民族博物馆 所收藏的少数民族的特有的文物的一个展览 或借展 希望故宫能够在今年规划 明年呢 把它盛大推出来 呈现呢 故宫重视台湾原住民文化 是中华文化最重要资产的这样的价值 我三次提案 四个职业 所以其实我们 业长 我知道说几年前 本席在教育委员会 那当时呢 我希望这个 因为故宫 对面就是一个孙医博物馆 原住民的博物馆 那孙医的话 它是展览这个原住民的文物 那故宫呢 虽然是 号称是中华文物 但是原住民文物好像只有在孙医 所以我希望故宫这边 能够有一个长设展 那这个长设展呢 我也去看过 当时是一个清宫的图书的一个展览 那我是希望说 你们未来的展览不是只有史记 图书 是希望能够有一些原住民的史前博物馆的 还有其他博物馆的 这些原住民的文物 这个17世纪以来 在国内的 或者是在荷兰的 或者是在哪里 这个文物能够有一个特展 所以你刚才讲 那个明年是 有什么原住民的 这是规划在这个 那个 刚刚委员所提的这个特展 图书文献处是规划在我们故宫博物院过90岁生日的时候 那就是104年了 那所以我今天图书文献处处长也会也在 他都听到了 我们会 我不希望 我不希望只有图书文献 因为图书文献好像 不是 就是他是主办这个的 所以到时候我们会结合文物来做 我是希望原住民的文物能够拿到故宫去展 一个特展嘛 好 一个特展 那你现在那个长社展 现在还是轻功的什么 跟台湾10级的 古籍与密打 古籍的这个展览 但是现在已经规划到地图展 在地图里面 我们也有台湾的地图 对 你那个展览要更新了 展览要更新 我去看过一次 现在那个展还在吗 长社展还在吗 长社展这一次 10月份暂停3个月 暂停3个月 对 因为有一个新的展览 用到了那个陈列室 但是明年 呃过年的时候 会重新恢复 那明年还是图书 明年还是图书展 把那个也有的那个图书展 还是在在 不是有 我们每三个月都会更新的 那下次更新的时候 我们一定请委员来观赏 呃彭院长那个 因为我觉得啊 故宫好像就是应付了事 不是 就是就是做一个什么清工的 把那个以前清工的 那个原住民的 跟台湾史籍有关的弄 呃我跟院长说明 呃大概十几年前 我去参加孙益博物馆 啊 马杰博士百年的一个特展 他当时是从那个 呃西班牙的一个一个博物馆里面 借展 那是非常非常的盛大 啊在在这个孙益博物馆 我有参观 所以我我说那个借展像类似这样的 好的 这个这个在海外的这些我们 啊这个原住民的文物啊 是不是能够啊 能够啊能够也能够这个做一个借展 好明年我们如果像国际借展啊 是很花费的事情 所以我们可以图书文献处那个展览的里面 增加一些借展经费 希望能够达成这个目的 那个院长我国际顾问博物院啊 成立到现在 有没有说跟大陆这个两岸的交流 啊我知道你们交流很多什么西安的 什么什么什么遗址啊 啊跟大陆这个你这边有列列了好几个 有这个到目前为止 有没有以少数民族的这个文物的一个 展览没有几乎没有嘛 对所以我我之前曾经有建议 就是说故宫啊应该要重视少数民族的 啊一个文物的展览 不管是台湾的啊 两岸的少数民族的展览也可以啊 文物的展览放在故宫嘛 以少数民族文化为主题的 难道大陆的少数民族不是中华民族吗 啊所以我所以我是希望说啊 这个这是一个哈 希望说故宫能够破天荒的啊 展览国内的原住民跟大陆的少数民族 也可以跟大陆的少数 大陆的民族博物馆也很多耶 本期去过贵州去过云南 那边的民族博物馆 贵州的民族博物馆你们去看 也值得了解大陆的这几个55个少数民族 好的我们来我们来跟台湾原住民的一个文物的一个特展嘛 好的 我觉得我觉得故宫可以做这个尝试 我想这个谢谢委员的指导 那我们会跟我们的业务单位哈一起来研究 看怎么规划在什么时候来展出 第二个第二个我我认为了我认为就是说 呃对于这个你说像南故宫将来会有一个原住民族的一个展售的橱窗 啊 那那个展售的橱窗呢 啊 我不希望说只有故宫的一些史籍史料啊 有一套虫书在那里不是 那那个只是一个参考书没有没有 我们是希望说这个展售的橱窗能够真正造福啊 促进我们原住民的一些手工艺品文化创意产业 把它纳入到我们大故宫的计划里面吧 好的 好不好 好 那这个大故宫 那你们的大故宫是不是说把那个旁边那个 呃台北市的原住民文化主力公园 纳进来那个属于大故宫的计划吗 没有目前已经并没有规划到这一块 那个台北市原住民文化主力公园在你旁边啊 啊 啊 那个那个部分你们有没有说要把它当成你们的停车场啦 什么之类的 啊 我们请周副院长回答好吗 原住民文化主力公园就在你故宫隔壁 好 请周副院长 呃 原住民的主题公园确实在我们的旁边 我们曾经在一年前就可思考有没有可能原住民公园跟我们一起 让我们一起来规划 这个部分呢 我们跟台北市做了很多的沟通 啊 但是啊 我们得到的答案是 很难嘛 不是那么容易啦 我知道 所以 因为那个土地是工 台北市政府公园处的 是的 啊 那个文化主题公园是本席盖的 是 啊 是这个 当时啊 呃 陈前市长是盖了前面的十三座雕像 现在已经十四个组了 但是后面的这些主题公园 雕刻 凉亭什么 那个那个是 马市长之内 他完成的 整个整个主题公园的落成啊 是的 是本席当台北市延民会主委的时候 啊 把他把他 那你们现在要结合 故宫跟原住民化主力公园 当然要得到 呃 台北市公园处的 合作啊 是是是是 那台北市公园处有意见 也没办法推动 那你们讲的大故宫有没有包括这个 我们 我们希望能够包括进来 你们希望包括进来 但是没那么容易啦 没那么容易 那要跟市政府这边要沟通 那甚至于我们认为 说他不一定包括在我大故宫计划 他可以独立出来 公园多目标使用 他下面就可以做停车长 上面我们还可以帮他复原 把原住民的意向全部完全呈现 好 那个我最后一句话哈 佛院长 我相信在你任内啊 可以帮我们少数民族做很多事情 好 我这个我相信 谢谢 因为那个长社展是你当佛院长所推动的 我是希望能够真正照顾我们原住民的一些手工艺品 文化创业产业这个部分 也能够纳入到故宫的整个行销的一个这样的体系 帮我们原住民的这个 这个手工艺品嘛 好不好 好 谢谢孔委员 谢谢冯院长 谢谢周副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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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周副院长